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3号向法国军事人员发表讲话时宣布 法国空军内部将会成立太空军事指挥部 以应对在太空领域的未来挑战 马克龙同时强调创建指挥部所需的投资经费不可或缺 具体数额将由法国国防部长帕利稍后报告 有关组建太空军事指挥部的建议是帕利提出的 帕利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国在太空领域处于优势地位 在上月举行的巴黎航展上 帕利宣布法国将展开新一代军用卫星的研发工作 据了解法国2019到2025年的军费预算已拨出36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279亿元 用于投资和更新法国卫星 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发射更多的军事侦察卫星 有分析认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 计划在2020年前建成美国第六大军种太空部队 而法国也开始建立太空军事力量 这引发外界对太空军备竞赛的担忧